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频道,我是韩梅 今天是2019年3月18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我想接着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成都其中实验学校食堂这个食物中毒的事情 我昨天呢,我做了一个视频啊,我就说 像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一个采购 这个采购呢,给十几万学生供应这个食材 对不对,它是一个非常的大的一个买家 像这样一个买家呢,差不多就是 你一个杀猪厂,它那个产品可能都包了都可以 我昨天我就说,这个人买家 他是一个很有威力的一个买家 所有的买家都会买他账 比如一个杀猪厂,我就买他的这个肉 甭管是他什么肉,我都可以 基本上可以把他的杀猪厂的这个杀猪的这个产品都包了 排骨也好,什么猪耳朵也好,猪头肉也好,都包了,对吧 你说这个杀猪厂 他愿意卖给这样的一个买家吗 他不用再去到外面再去卖了呀 不用跟任何人去deal,对吧 你这个猪肉生产出来以后 你都不用打架,你都不用什么都不用 然后你直接就发给他,发货发给他就行了 等他结账的时候呢,也从他那直接结就行了 你说你就这么一个买家 你哪怕你卖便宜一些,对不对 你愿意卖给他,还是愿意去卖给那些散户 你一定是愿意去卖给这样的一个买家呀 所以呢,他像这样的一个买家,他就能够 就能够得到很多人都愿意追随来卖给他产品 这样的一个买家呢,他可以压低这个价格 仍然有人买他的 就说他可以,他可以买到又便宜又好的产品 可以买到便宜很多的产品 对不对 你像那个,我在国内啊 我就买东西在拼多多上买 拼多多 你听着他那个名字就是拼呐 他的一个重点就是拼呐 几个人合起来买 这个卖家就愿意给你便宜 你买的越多,就便宜的越多 这就是卖家的最喜欢的嘛 对不对 你一下全包了,我多省事啊 当然可以便宜卖给你了啊 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像这样一个这个供应 给十多万学生供应的这个公司 啊,他没有必要去买那些坏的 没有必要 这是我的这个第一个疑问啊 我就认为 从道理上来说呢 他不应该买那些个坏的东西 第二个疑问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学校和家长一起拿去化验的那个采样 采了十九个样品 说那十九个样品呢 全都是没过期的 而家长呢 在家长拍的那些呢 而且家长描述的呢都是 都烂了,都臭了,都没了,都发霉了 这些东西还能不过期啊 发霉的东西,臭了东西,竟然没过期啊 好,您说这十九个样品呢 有可能说都是没过期的 但是家长为什么同意 让他们来拿去化验的那个样品呢 都是些没过期的东西 那家长拍照的那些发霉的排骨 对吧 臭掉了鸡腿 腐烂的鸡腿 为什么这些东西不拿去化验呢 这是我另外一个疑问 对吧 家长为什么 不让他们把这些东西拿去化验呢 我觉得这是这里面的解释 是不是就是学校的那个 那个最后官方的那个解释啊 官方说那些照片是造出来的 就是说那些腐烂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我看到呢 我的网友当中 我的观众当中呢 有一个长期看我视频的一个网友 然后他就说 他说他是这个成都的 他是成都的 他是现场那个众多的那个家长 之一 我就希望这个网友 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给我提供一下这个信息 解答一下我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拿去化验的这个样品里面 没有那个发霉的排骨 没有腐烂的鸡腿 没有发臭的什么什么东西 你发臭的鲜别管 就是这两样 发霉的排骨和腐烂的鸡腿 为什么没有拿去化验 给我解释一下 给我解答一下好吗 然后我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还想说什么呢 我就是想说 就是国内的人 解决问题的这个 思维方式 就是说这些受害者 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喜欢去找政府 去找政府来寻求答案 去找政府来查 你找政府啥啥呀 直接就诉他 你的孩子不是拉肚子了吗 对不对 你不是到食堂里面 发现了那些东西了吗 对不对 然后你就直接诉他 就诉这个成都 其中实验学校的这个食堂 诉这个食堂 这个德语公司 再加上这个学校 两个被告 就诉他们 然后你的证据呢 就是一个是你孩子 孩子得的病 你去看病了呀 医生有证明 有诊断呀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其他的孩子和家长 这些个证据 大家也可以是一个集体诉讼 就集体诉讼吗 对吧 这些孩子 他们的病情 对不对 这是后果 这是一部分证据 另外一部分证据 就是在那个食堂库房里面 发现的那些食材 现在呢 大家就是认为 这个政府采集了 这些个样品 19个样品 拿去化验 那个化验机构也不可信 因为他有一些项目呢 他也没有化验 我都看到网上 有好多家长提出来说 你这个为什么不化验 那个为什么不化验 对吧 不是采集了 每一个 每一个样本 都采集了三个样品吗 对吧 已经用掉了一个 还有两个呢 那两个 要求他 来化验 其他的这个项目 如果对这个化验机构 不信任的话 可以对他进行封存 封存 当着那个学校的面 厉害关系 对吧 厉害关系的双方 可以当面 把它封存起来 然后拿到国外区域化验 比如说加拿大 或者澳大利亚 新西兰 美国 哪个国家都行 你们这些个家长 这个实验学校的家长 这个是私立学校 这些家长都有的是钱 对不对 你要不是说 所有的家长都有的是钱的话 这里面有有钱的家长 想不想解决这个问题 想解决这个问题 有钱的家长呢 多出点钱 对吧 拿到美国去化验去 都录像录下来 当时在中国的时候 样品就封存起来 弄上风 对吧 录上录 拍下照片 这个拍下录像 然后呢 这一录拿到美国 到了美国的那个化验 那个机构以后呢 然后再打开风 这个全程都录下来 然后回来以后呢 就诉这个学校和那个食堂 德育公司 到了法庭上 把这些证据全部都呈现给法庭 为什么要跟那些政府去绘画 跟他费什么话呀 什么教育局啊 什么的 卫生监督局啊 找他干嘛 直接就诉 法庭到法庭上说话 你看那个美国解决问题 都是这么解决 费什么话呀 到法庭上去说去 你更何况这个老百姓还认为 就是你政府任何一个部门都脱不了干系 连警察都都不那个什么 对吧 连警察都信不过 连警察都信不过 说他们全都是横戒一气 对不对 那就是跟他们 对吧 双方 就成了就是 家长是一方 然后其他的他们全是同一方的 奢数一窝 对吧 他们全都是一方的 然后呢 让他们出面 然后就这个样品 我说到那再取一些样品 那发霉的排骨哪里去了 腐烂腐烂的鸡腿哪里去了啊 在不在那样品里面啊 如果在那样品里面的话 就一块 对不对 腐烂的鸡腿 化验合格 谁化验合格 谁拿回去吃了得了 对吧 你化验什么腐烂的鸡腿 然后你化验什么呢 化验里面有没有铅 那腐烂的鸡腿里面能有铅吗 开什么玩笑啊 对不对 或者是你 就取证 你家长 你就长点心眼好吧 取证 那学校的那个官方在哪呢 拿着鸡腿放 你就录下来 不是大家不都是有手机吗 对啊 录下来 把鸡腿放在他鼻子上 问他臭还是不臭 臭还是不臭 对不对 他要说这东西不臭 对吧 拿着跟着他一块 让现在就拿着他们家 让给他做了 让他吃 现场就看着他吃 这些全都录下来 这都是证据 就是我比较建议哈 以后国内再无论出现什么问题 第一步是取证 第二步就是起诉 不要跟政府非什么话 对吧 你到最后 你让他去查 查完了以后 老百姓又说又不信 那查个什么劲的啊 对不对 直接就取证 然后就起诉他 到法庭上去说 你法官你说吧 你这种臭了鸡腿 当时对吧 当时让他闻 他都寻一个跟头 你这个录像都提供给法庭 你放到他鼻子上 他一定得寻一个跟头 然后你给他煮 说让他吃 让他现场就吃 如果他不吃下去的话 这都是证据 拿到法庭上 看他还说啥 不要老是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解决 崔永元那个就是 崔永元帮助那个什么 那个王林青那个是 为什么一定要发来录像什么 然后公正于中啊 什么的 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 对吧 诉他 诉到法庭上去 看说啥 要求公开审理 在美国呢 有一些人他起诉的时候 觉得特别讲理的时候 特别有理的 特别占理的时候呢 就要求那个陪审团 要求陪审团 越多的人参与越好 对不对 一个人你说你包庇 然后那陪审团一帮人 还能包庇吗 所以为什么在美国 他有的人要求陪审团呢 在中国也是 对不对 你就让他 你得你得动脑筋 说哪种方式 哪种方式 让他这个 营私舞弊的可能性最小 不过这次这个成都的 那个其中的这件事情呢 他取样取这19个样 是在家长 在场的情况下 取的19个样 这个呢 还是很好的 我觉得他们处理的 还是很好的 这甭管是谁的主意 也许是家长的主意 也许是那个 有关部门的主意 但是不管谁的主意吧 这个就很好 但是我就是不明白的一点 那个发霉的排骨和腐烂的鸡腿 在不在那样品里头 貌似好像不在里头 我看了那19个样品的那个清单 那里面没有这个发霉的排骨和腐烂的鸡腿 这是为什么 好我现在呢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在网上查了一下 这些个19个样品都包括什么 这19个样品呢 它是包括 说是其中一个批次为用于清洁地板的工业碱 这个不属于食材范围 这个不算 那另外18个批次的样品呢 是包括这些啊 包括金螺活体成 包括天剑肉饼 包括牛排 包括雪豆腐 包括油条 包括取米 包括毛肚 包括扇贝 鸡蛋 珍珠汤圆 蛋挞皮 还有甜红椒 咸蛋黄 这个东阴公酱 鱼头剁椒 粉丝粉条泡菜 这些个 这里面可没有那个发霉的排骨和腐烂的鸡腿 这是为什么 家长不是在现场吗 为什么不把那个 不把那个样品拿去化验呢 难道说 那个照片里面的真的 那些照片真的是假的吗 如果真的是假的话 家长太不应该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 遇到问题以后啊 有些人呢 就想把事情搞大 然后呢 企图把它搞大以后 然后造成一个 这个影响 从而解决问题 可是你要知道 你在这里面 你做了一些手脚 对吧 你做一些手脚 然后正好让政府 就给你抓住把柄了呀 他抓住把柄以后 他就说你这个事 别的事 反倒是得不到解决 为什么要做假呀 如果问题没有那么大的话 就不要把它弄到那么大 对不对 如果问题很严重的话 就不要去造假 就不要弄一些个 对吧 不当的手段 做一些不当的事情 好 这个事情呢 我希望 我的网友当中 是这个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 家长的那位网友 如果还有其他的网友 也是家长的话 那就更好 请你们给我留言 我想搞清楚这些事情 我觉得我也非常纳闷 我非常的 非常的困惑 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